各位親愛的同學 現在來到2024年DSE M2的第三條 現在我已經差不多到深夜了 應該在香港早上早上 不過想一想還是做好一點 這條是By-Normail 它叫你Expand用D-Sign Order 它本身Xm是正數 正數,然後這個-1次方 就是Xm次是正數 然後2overX是-1次方是負數 所以本身D-Sign Order 它排出來已經是D-Sign 所以我們不用調位 這裡我用Submation去排 即是Submation R分0去到24 24CR Xm次的24-R 然後-2overX的R 好,拆散了它 變成這樣 那似乎今年的題目 它都考得你很... 即是Submation Size那些都考得你很準 -2的R 前面那個就是Xm 24m-Rm 然後再減R 好,這裡,19 它要找頭的三項 我寫頭的三項 頭的一項就代入0 24C0 -2的0次 X0 就是-0 就是24m 然後24C1 -2的1次 X24-m 即是-23m 減R 減R 減R是1 再加24C2 -2的2次 X的24m-2m 即是-22m 減2 加一點點點 好,接著再選擇它 第一塊是X的24m次方 第二塊是... 因為是-2乘24 即是-48 第三塊是... A 是24C2 即是... 剩下2的4次 即是100 1104 X的22m-2 好,那B B 它說是第19項 第19項 即是... R 是18 R 18 R R 18 即是-24m-rm-r 等於... 它是一個 constant term R是18 不好意思 意思 是0 Conscentrate的次方 是0 這裡計算到m 是3 是3 好了 它要找m 找到了 X的60次方 即是 power要是60 即這個次方要是60 m是3 所以24乘3 減R乘3 減R乘3 等於60 這個-4R 調到這個 就是-12 所以R是3 所以 Conscentrate的Conscentrate Conscentrate X的60次方 就會等於24 C3 -2 3 按機按到 出來-16 192 搞定 好 最後一請呼籲各位同學subscribe 可以到達KDMessage的channel 拜拜